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指出 就在中美阿拉斯加剑拔弩张之后 在西方协调一致共同制裁中国政府 中国外交风波四起之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福建他的权力根基地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习近平此举或许是要效仿当年毛泽东在中苏断交之后对外作秀 所谓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停信步 不过作者指出 就在习近平访问福建的前后 中国政协主席汪洋与中国国安部部长赵克志先后前往新疆 中共高层官员频频出访新疆 其中原因或者是由于新疆出现新状况 或者是为外国企业前往新疆考察做出准备 中国外交部使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到处出筹 但是北京对此似乎显得无能为力 其中原因错综复杂 中共体制似乎难以培养出了解国际事务的真正外交官 而且中国外交部官员在外交策略上也多多实测 成为中国国内以及国外舆论的重视之地 尤其是中国外交部的两位发言人华春莹与赵立坚 他们强词夺理的战狼语言是中国的国际形象 每况愈下 与此同时 中国外交部也是一个令北京头疼的机构 中共高层对王毅是否能够胜任外长职务 颇为怀疑 这才让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管外交 但是很明显双方相处并不融洽 这一点在中美阿拉斯加峰会上可见一般 而且王毅、崔天凯以及刘晓明都已经接近退休年龄 下一步中国外交部将由谁主导似乎还没有敲定 至于中国驻美国大使核实更替 在中美关系紧绷的前提下 这是一大棘手难题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中国外交部官员似乎各自为政 各方立场缺乏协调 外界只能了解中国反对什么 却很难看清中国政府到底要干什么 中国外交是否有可能改选一辙 对北京来说 目前的状态似乎已经难以为继 因为西方正在形成面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北京不得不日移向德黑兰与莫斯科靠拢 但是历史证明上述两国并不是可靠的同盟国 文章最后指出 中国外交部新部长的上任或许会带来改变 就目前三位可能人选 乐玉成 郑泽光 马昭旭 乐玉成担任外长的可能性最高 好 我们看接下来的报道 二十大前中共官场 升迁藤位 令人眼花缭乱 香港明报刊登孙家业的署名文章 文章称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中国官场人事异动进入密集阶段 甘肃河南梁省党政首脑换人之后 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瑞莲又奉调入京 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副书记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晓明空降广西 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空降江西 任省委副书记 江苏南京市委书记张静华升任省委副书记 成为该省第三把手 这一连串人事音乐与游戏令人眼花缭乱 既有升迁提前卡位 也有为他人腾位的安排 而多地的秘书长转职 也反映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规则 以河南省长颖红接任甘肃省委书记为例 他由第二把手变成第一把手 跻身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力 固然属仕途升迁 但从河南与甘肃两省比较 无论从人口还是经济实力 后者均不如前者 更重要的是 河南现任省委书记王国生 还有两个月就届满65岁 正省部级的退休之灵 即使或因明年有望更上层楼而延任 尹红最多再等一年半载 就可接掌中原大省 所以说他的调动意味着高层根本就不想让他接替王国生 未来的河南书记另有人选 56岁的王瑞连长期在西藏工作 一年半前由海南调到湖北 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去年10月获提拔为省委副书记 令人意外 近日又突然调到肃无渊源的体育总局任第二把手 再令人大跌眼睛 局总局虽属正部级机构 但在国务院属边缘机构 现任局长兼党组书记 苟中文明年6月才届退休之灵 北京冬奥这颗果实落不到王手上 他在此时被匆匆北调 也不排除是为中央的人士安排让路腾位 去年疫情爆发时紧急入厄救火的省委书记应勇 被看好明年有望更上层楼 省长王小冬带兵留任 已无望接班 至于书记省长人选或另有猛人空降 近期多个省区党委或政府秘书长出现变动 省委或省政府的秘书长被认为是书记或省长的大管家 一般首脑换人 秘书长也会随之更换 由于秘书长多是省委常委属副省级干部 故不会跟随上风调动 而留在当地 其旧长官通常会提前为其安排适当的位置 而对前任的大管家 新任领导人也会尽量优待 在这一轮秘书长一动中 除广东省委秘书长郑彦雄 因调任驻港国安公署署长 由原省委宣传部长张福海阶梯外 大多数人都是因其上司变动而转职 例如 引轰调动之前 河南省政府秘书长朱焕然 在1月份的河南省两会上当选了省政协副主席 浙江和福建两省分别于去年8月和今年1月 换了省委书记 浙江省秘书长陈金彪和福建省委秘书长郑新聪 分别于上月底本月初转任常务副省长 而任重庆市委秘书长三年多的王富 近日也转任常务副市长 似乎遇事二十大之前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将会离任 王富曾在山西省委当过秘书长 曾经是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的大管家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创建数字货币 抵抗制裁监控百姓 引发美国焦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一千年前当硬币成为钱的时候 中国发明了纸币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以数字方式制造现金 这种对货币的重新想象 可能会动摇美国权力的支柱 货币现在似乎已成为虚拟的了 因为美国的Apple Pay和中国的微信支付应用等 已经不再需要纸币或硬币了 但这些只是电子转账的方式 而中国正在把法定货币本身变成计算机代码 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 已经预示了货币潜在的数字化未来 尽管它们存在于传统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 并且不像政府发行的现金那样是法定货币 中国版的数字货币由央行控制 央行将发行新的电子货币 预计这将给中国政府提供大量新的工具 来监控经济和人民 从设计上看 数字货币将消除比特币的一个主要吸引力 用户可以匿名 北京也在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定位 并将其设计为与全球金融体系脱钩 而自二战以来 美元一直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宰 中国正在利用包括金钱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数字化 以获得更多的集中控制权 同时抢占未来技术的先机 为了保护我们的货币主权和合法的货币地位 我们必须提前计划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说 数字化货币可能会重塑金融业的基本面 就像Amazon颠覆零售业 Uber颠覆出租车系统那样 一个独裁国家也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率先推出国家数字货币 这一事实将加密货币理论家一度不确定的话题 在华盛顿引发了焦虑 最近几周 当被问及中国等数字化国家货币 可能对美元产生何种影响时 美国财长耶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正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包括数字美元是否有意义 美元以前也曾面临过挑战者 比如欧元 但当竞争对手的缺点变得明显时 美元变得更加重要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排名 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排名中 美元远远超过了用于国际外汇交易的所有其他货币 达到了88% 而人民币的使用率仅为4% 分析人士和经济学家说 数字化本身不会是人民币在银行间电汇中成为美元的竞争对手 但是在新的形势下 人民币可能会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边缘具有吸引力 它将为贫穷国家的人们提供在国际间转移资金的选择 即使是有限的国际用途 也可能减轻美国制裁的影响 这些制裁越来越多的被用来对付中国公司或个人 长久而言 这将对美元构成威胁 数字人民币存在于网络空间 可以在主人的手机上使用 也可以在不太懂技术的人的信用卡上使用 而且消费不需要严格的网络连接 它以毛泽东的剪影出现在屏幕上 看起来就像纸币 在最近的几个月的测试中 中国有超过10万人从央行下载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 使他们能够向商家支付少量政府发放的数字现金 其中包括星巴克和麦当劳的中国分店 这非常好 北京一位年轻女子陶伟在分配了测试费用后 说到她花了片刻时间才将iPhone对准扫描仪 以支付两岁女儿的生日肖像照 中共还允许党员使用数字货币结算党费 中国表示数字人民币将与纸币和硬币一起流通一段时间 银行家和其他分析人士表示 北京的目标是最终实现所有货币的数字化 数字货币看起来对发行政府而言是潜在的宏观经济梦想工具 它可用于实时跟踪人们的支出 加速救济灾民或标记犯罪活动 有了它 北京将获得巨大的新权力来加强习近平的独裁统治 随着数字支付成为常态 这种控制在中国已经存在 穆长纯说 央行将限制追踪个人的方式 他称之为可控匿名 货币本身是可编程的 北京已经对有效期进行了测试 以鼓励用户在需要时快速启动并进行消费 他还可以追踪 为中国严密的国家监控系统增加了另外一种工具 政府部署了数以亿间的面部识别摄像头来监控其人口 有时还用他们来对乱穿马路等行为征收罚款 一旦发现违规行为 数字货币将使计量和收取罚款成为可能 中国去年现金积累的激增表明 民众担心央行盯着每一笔交易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宋柯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说 中国现金流通量在2020年增长了10% 中国看上去几乎不像是货币先驱 例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严格控制 与其他主要货币的疯狂交易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掀起一场金融技术革命 支付宝和微信等支付应用程序 使现金几乎不再被需要 并且为初创公司提供了随时随地付款的方式 一位与西方同行交谈的欧洲资深央行行长说 有一种Uber的恐惧感 你不希望其他国家的货币在您的公民中间流通 作为全球21000多家银行需要开展业务的美元发行机构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了解主要的跨境货币走势 这使华盛顿能够禁止银行与个人和机构进行交易 从而将个人和机构冻结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 这种做法被批评为美元武器化 美国因朝鲜和伊朗的合计化而对其实施制裁 令其经济举步维艰 八年前瑞士各银行放弃了他们著名的保密制度 以避免惹怒华盛顿在税收问题上摊牌 今年2月缅甸发生政变后 美国利用制裁手段阻止高级军官通过银行转移金融资产 财政部的受制裁个人和公司数据库 特别指定国民和被禁止人员名单 几乎涉及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 制裁名单上一个迅速扩大的部分 尤其令北京感到不安 那就是超过250个中国人的名字 其中包括美国指责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施暴 或限制香港自由的政治人物 制裁让中国驻香港最高官员林郑月娥的家里 有了大量现金 因为银行担心接受它的业务 可能会让自己也面临美国冻结资金的风险 数字人民币可能会给那些美国寻求惩罚的人 提供一种在美国不知情的情况下 进行货币兑换的方式 交易所不需要使用Swift Swift是一种用于商业银行间资金转账的信息网络 可以由美国政府监控 削弱美国制裁力量的机会是北京推动数字人民币 以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努力的核心 中国央行官员穆长春上个月在一个论坛上 反复表示数字人民币旨在保护中国的货币主权 包括抵消全球对美元的使用 中国远洋渔船过度捕捞 美国结盟南美升级抵制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Axios近期透露 美国打算结盟南美国家筹组一个多边联盟 以共同对抗中国庞大的远洋渔船 在其沿海全球海域过度捕捞所造成的生态浩劫 以及不公平的商业竞争和强迫劳动等问题 观察人士表示 此一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未来 若顺利组成将是继致力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内的南美四国 于去年11月结盟后 另一个抵制中国远洋渔业 从事非法、未通报和不受管制捕捞行径的升级行动 Axios引述一位不具名的政府高层指出 美国政府跨部门的数个单位 包括国务院、海岸警卫队、海军情报办公室 及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正在审视此一联盟提案 鉴于拜登总统已列出优先施政项目 其中包括与盟友和伙伴深化合作 以共同对抗美国在经济和国安上所面对的挑战 该报道称 美国政府认为 此一联盟应会受到南美国家的欢迎 以联手向中国施压的方式来严格执行捕捞标准 不过美国政府也担心 其片面的施压可能引发中国反弹 并向美国采取对等的反制裁 一如中国通过新法 以报复美国对数家中国科技公司所祭出的制裁 对此美国之音向白宫发言人沙奇求证 沙奇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但他说 这是一个我们密切注意的挑战和问题 也既在全世界部分海域过度捕捞的问题 我们的国安团队当然会密切关注和追踪此一问题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脸书超过5亿用户资料外泄 中国67万多用户受影响 据美国之音报道 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再被爆出超过5亿用户个人信息遭泄露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旗下的商业频道 星期一报道 网络安全专家称 被泄露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电话号码 姓名 住址 生日和电邮地址等 这些信息被发布在一家不知名的黑客网站上 据巴基斯坦商业纪时报 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哈德逊洛克的共同创办人兼首席技术官阿龙·盖尔称 泄露事件涉及到的用户共有5.33亿 分布在106个国家 受影响用户最多的国家包含美国有3200多万个账户 英国有1100万个 印度有600万个 盖尔周六4月3号通过推特最先报告了这次泄露 这次泄露事件被曝光 与今年1月盖尔的一次发现有关联 盖尔当时注意到 有黑客利用了一个与脸书账户相关的电话号码漏洞 创建了一个私人资料数据库 4月3号他发现在一个第一级黑客论坛上有匿名用户上传了一个数据库 其中的用户信息与此前遭窃取的脸书用户信息吻合 盖尔1月14号发推文 按国别列出受影响用户的人数 其中中国用户67万334人 台湾73万4007人 香港293万7841人 澳门414228人 脸书在中国被禁止使用 哈德逊洛克公司向CNN商业频道展示了CNN两名高级职员的电话号码 这些号码都包含在数据库当中 脸书发言人安迪斯通周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这是之前在2019年报道的旧数据 我们在2019年8月发现并解决了这个问题 据CNN商业频道 Facebook没有说明当时是否通知了受影响的用户 即便泄露涉及的是2019年的旧数据 网络专家指出 对于黑客和网络罪犯来说 他们仍然有利用价值 这已经不是脸书用户信息第一次被发现遭到泄露 2018年3月 美英媒体曝光 脸书上有5000万用户信息数据 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泄露 几天后 脸书创始人兼CEO扎克伯格承认 对数据泄露事件负有责任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泰山游客嫌酒店太贵 挤满厕所过夜 据星岛日报报道 清明假期中国民众出游 情绪高涨 山东泰山景区 却因酒店价高的问题登上了热搜 上周六三号 有网友爆料 泰山山顶南天门附近的酒店坐地起价 叫价每晚1200元 不少游客只好挤在厕所过夜 视频显示 披着军大衣的游客们挤满了厕所外面的洗手区 景区周日迅速回应 称一直有监管住宿价格 游客露宿山顶向来都是普遍现象 有工作人员证实 有关价格是由工商部门监管 属明码实价 据网友爆料的视频 景区餐厅也同样坐满了游客 有精明的餐厅老板并不卖饭 而是卖起了睡觉位 一人20块就可以坐着睡一晚 不少游客租了军大衣抗寒趴着睡觉 该网友指责当地商家及景区说是明码标价 但分明是成绩宰客 景区随后回应 称双人标准房间的淡季价格 近乎200至1200元左右 旺季价格会应应供求而有波动 清明假日期间 未接到山顶宾馆坐地起家等方面的投诉 但景区也表示 会严惩擅自涨价牟利的宾馆 景区方面又提到 夜登泰山的多位年轻人 他们一般都自备或租借棉服 窝在墙角 山澳 山洞 厕所等避风处静候看日出 这也是多年来的普遍现象 据中国媒体报道 仅3号0点到下午2点 泰山接待了游客余6800人 山顶区域一房难求 目前泰山山顶区域仅有13家正在运营的不同星级宾馆 400个房间 房间床未有限 特别是节假日旅游高峰期 无法满足所有游客的住宿需求 且通过携程网 飞珠等几家旅游平台上看到 在泰山景区内依然有几十块到几百块的酒店 此前网友说 泰山顶上酒店价格过高的问题并不存在 事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网友并没有被带节奏 大家反而停景区 有网民称 不能用道德绑架商业 明满标价没有错 还指该景区的物价十分良心 谢谢大家